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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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成绩表现不俗的他 在今年的金曲奖个人秀部分 更是让人眼睛为之一让 现在我们快来看看他当时的表现吧 祝你 我的心有一個一定會愛記你腦袋 我希望當我自己發出碎 每天的日子都是簡單的Happy day I love you 希望 you love me 因為love love love 大家都需要 Oh yeah 給我的love love love 讓我感覺到 Oh yeah 是 謝謝 麗虹你自己看你自己表演會不會起雞皮疙瘩 不會啊 不會不會 會在 會還會挑骨頭 雞蛋裡挑骨頭 雞蛋裡挑骨頭 你現在中文程度真的不錯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職業毛病 看自己的表演 就還是會覺得 在哪裡可以整個更好一點 自我檢討一下 但是我還是記得那時候在台下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訪問入圍的人 一起來看王麗虹表演 然後所有的男生女生 那時候都變成小朋友 就是很 我覺得那個感動是非常利極的 你知道嗎 然後看到你的真的就是所謂的對音樂的熱情跟才華 謝謝謝謝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想 你一直很努力 包括像你的演唱會 常常有這個很多不同的演出 各種樂器很忙這樣 你為什麼呢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要給觀眾很忙的感覺 其實我很怕給人家說很忙又在換樂器啊 或是又在跳舞啊 然後又在旋轉鼓啊 但是我覺得一個一個演唱會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覺得很豐富 不複雜 但是是夠豐富 就是你希望什麼都做到很好 然後不要愧對來的這些歌名就對了 希望值得標價就對了 當然今天好像現場也帶了二戶是不是 我們可以現場 你出了 這恐怕不是我的強項 因為我在看你的書的時候介紹你的音樂歷程 說四歲第一把小提琴是媽媽幫你做的 對對對 是用紙盒做的 是那個玉米片的盒子 那個每個人不是都吃那個Cereal當早餐嗎 當早餐 所以那個小盒子就是 然後上面貼了一根石 然後弓是一根筷子 就小朋友跟你這樣玩 我就很開心 因為其實小提琴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樣 不是爸爸媽媽逼我 是我想要去學的東西 因為你看哥哥學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時候還太小 所以他們就媽媽就幫我做這個玩具 所以才四十歲利弘就會說 媽媽我也要我也要提琴 所以就展開了這個音樂之路 不過那把提琴有聲音嗎 斷一斷 沒有沒有斷一斷 連斷斷都沒有 就筷子跟 是先練那個姿勢 嗯 還有功法 自己就拿筷子練起來了 對 那像二胡是你自修啊 對 我還有請那個女子十二月房 真的假的 跟他們拜師 真的啊 跟他們拜師 因為我在我在飛機場常常碰到他們 嗯嗯嗯嗯嗯 在後機師 在上海進進出出的時候 嗯嗯 在那個對 在那個後機師 就開始練二胡了 對 你這樣跟他們學在學多久 然後就旁邊旁邊就是那些 那些商人就會站起來 欸欸欸 不好意思 太吵了 還是太淒慘了 也會啦 可以表演一段嗎 這個你這樣 呃 大概練了多久 自修 嗯 自從 就是今年開始 才剛開始 對啊 從上海演唱會開始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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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